咱们还不走啊 咱们还不走 走啊 去买牛粒 咱们去买牛粒 去买牛粒 咱们喝啊 喝啊 奶茶来了 不然冷了 冷了不好喝了 这个是你请的这一次 我吃了 我吃了 中一大碗 中一大碗一次了 来 对我这么好 我肯定要买的 中一大碗一次了 来这里一个多星期了 一个多星期 一个多星期 你要整门 要请你一闻 诶 小心 然后直接 咱们 啊 刚刚我经过那里有个水果店的 我请你喝了买茶 你也要请我一次啊 教授不是请你了吗 那个牛粒挺鲜的 刚经过的时候那味道 要不你请我吃那个榴莲 榴莲啊 嗯 榴莲很贵啊 你家家的 挣了那么多钱 这个榴莲一百多块还贵 你这个奶茶多少钱 十五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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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榴莲多少钱 这一百块吧 啊 这一百块 一百块 那可以买好多冰奶茶 我明天再请你买 再请你喝奶茶 我不喝啦 你不喝就给我 开玩笑吧 等一下买个牛粒买 等一下买个牛粒买 啊 等一下买个牛粒买 你买还是我买 肯定你买啊 我买啊 我请你 然后你请我请你 我请你喝奶茶 不是 你平时出去 都是叫你买饭的吗 但是你要不要请我 我请你喝奶茶 你不应该就请我 吃过来的牛粒吗 不是说应不应该 上次我也请你回你喝奶茶 然后也请你吃大餐了呀 我就喜欢吃牛粒啊 你请我这么久都没吃过 你这边请你多的牛粒 要不你就请我嘛 我又不是没请你 到时明天我再请你喝奶茶的话 好像你来这这么久 你是第一次请我喝这个奶茶 我明天再请你喝奶茶 我明天再请你喝奶茶 不喝了 你就喝了我的东西 就应该请给我一次啊 可以啊 等一下请你 给你 就是买个榴莲 这是你请我吃榴莲 到时我去冬瓜 那你想那边冬瓜的榴莲 我不吃榴莲的 到时你想吃什么 我帮你吃什么 我不吃了 我不吃榴莲 快点把这个喝完喝完 之后我们去买一买榴莲 不是你平时买水果 不是你应该是男孩子买的 你还是来买水果 你买一次又不过分 你又不是让你 让你再买第二次给我 我支持你请的 上次回冬瓜 我再请你去榴莲 反正你都答应你 我了你都喝了我的奶茶 对 这才是最真实的你吧 蛤 你没看我 是不是最真实的你的呢 我不跟你说 反正你这个榴莲 你一定买定的 我不管你 等下买不买 你不买的话 我等下 等你 一定让你帮我买 啊 买个榴莲 我就是说 怎么今天这么好心啊 今天请我喝奶茶 原来是探中那边 谁说她的榴莲了 早知道我来请了这个奶茶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换吗 要换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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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这个小熊啊 我就说怎么这么大房 请我喝这个奶茶 15块钱 原来啊 他是看这种路边 他那个就是榴莲了 这个榴莲 好贵的 二三十块钱一斤 买一个月100多块钱了 这才是最真实的 他我觉得 怪不得来的时候 一直盯着榴莲 一直盯着那个水果 他真的是 多不懂 他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怎么 买水果 不应该 就说男孩子买 他一直主动啊 怎么反过来 是我买给他 好无意啊感觉 最主要是 我又不吃榴莲 我不喜欢吃榴莲真的 但他喜欢吃 我觉得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呀 没有 不是我想象中的 这么完美整个 其实我也不太在乎 这些东西 比如说喝奶茶 吃饭 这些请都 没事 最主要是他的 做人 他的行为 让我感觉到好 那个 反正 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好 说都出口吗 我都说不出口 所以说 还是算了 等一下 他要吃 就给他买一个吧 反正 就是 经过这一次 已经探亲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是个什么样的 那个 反正自己啃就可以了 算了 算了 我都无疑了 真的是 怎么还不走啊 小龙 怎么还不走 走啦 去去去去去 去买牛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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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